这个铁里面最难的No.1 很漂亮 最难的第一名 它很细 但是你不要像用词画的一样 我们看一下它大概大小从这边 就平平的你就跟红线对齐就可以了 对中间不要接完不要接上 对中间写这一竖 小朋友不要碰桌子 接下来你把这个 你从中间过去这边一半 这边过去这边一半 写这个 上去好先一点点直 一点点直好斜斜的直线 斜斜的直线 上去贴 贴完以后先直 鼻往外提高往外 这样的大小就会比较 你结构对了出细没关系慢慢调 好这个酱就还好 我们有写过这个对不对 你看啊 鼻在这边往左贴再拉回来 提贴 好下 你可以直接上去 提贴 下 这边稍微过来一点的 我那稍微写太挤了 你稍微过来一点 过来到哪里呢 你从这边 好 平大一点斜 这边上去拉出来以后 用这个 有没有提贴的方式 有看到吗 这个地方 有提贴 提贴两次或三次 没关系 不要让它变成有切直线的角 嗯哼 好 打开就可以了 有带一点点微微的上 跟凯树不太完全一样 好 这个在中间 接住往下 好 一样 从左 向上 好 拉平 正好在交叉点的地方 不是故意写这样 我这个笔毛没有弄好 就直直的就好 尾巴要顿挺 好 树 我们刚刚讲到三点水 有没有 在中间就是四分之三以内 四分之三以内 好 好 第一点 第二点已经是斜的 在一半的底下往上去 这边就不要离太远 所以越来越会在中 这个线的上方 都是一样的上下高度 好 好 这笔拉住以后向左 再往右 好 是不是差不多 你看我把它遮掉 嗯 好 好 下面就可以稍微宽一点 好 一样 这边点住以后向左 再往右上 这样的线条会非常漂亮 好 这一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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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这里 我也从下往上 好 把笔打正 好 提高 往下再往上 好 提高向左